大家好,我是小花,欢迎来到你和我的阅读时光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音频的话,可以帮我订阅分享,按赞下吧。 今天要大家分享的文章名字叫,赚钱就是认知变现,亏钱就是认知缺陷。作者,水木然。 你所赚的每一分钱,都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。你所亏的每一分钱,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认知有缺陷。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,除非你靠运气。但是靠运气赚到的钱,最后往往又会靠实力亏掉,这是一种必然。 这个社会最大的公平就在于,当一个人的财富大于自己认知的时候,这个社会有一百种方法可以收割你,值得让你的认知和财富相匹配为止。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不同的是,认知越高的人,看事情就越客观。 他们遵从本职和规律办事,负责把控世界的运转,而认知越低的人,看事情越主观。 容易被表象迷惑,越容易有偏见,喜欢盲从,只能被别人领导。 而认知,提升,才是实现逆袭的根本,也是警方被收割的根本。 那么,究竟什么是高认知呢? 比如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,恋爱和婚姻的区别是什么呢? 恋爱的本质是情感交换,而婚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。 那么友情和爱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? 友情经不起考验,经得起平淡,而爱情却经得起考验,经不起平淡。 这就是真正的区别,一语道破。 再比如,消费者想要的是好产品吗? 或者说,大众想得到的是真相或者价值吗? 其实都不是。 人们既不渴望看到真相,也不是在寻找价值,他们只是渴望被理解,渴望得到情绪安稳。 所以,千万不要把你认为的真相强加于人,也不要把你所认为的价值传达给他们。 你只需要理解他们,抚慰他们,你就能大获成功。 这就是商业的本质。 以上是两个认知的例子。 人的认知一旦到达一定层次,就是要一眼看穿本质,瞬间找到要点。 往往更容易驾驭生活,很容易觉得成功。 认知就像一座监狱,我们的思维被牢牢地禁锢其中。 人的思维被禁锢,人的视野就会变得狭隘。 判断力和行动力就伸受影响。 人的认知一旦被打开,思维就会彻底打开。 不仅可以看到一个更加透彻,真实的世界,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引领大众。 无论是社交还是创业,投资只有高任职的人才能一眼看穿全局。 而谁能先看穿全局,谁就能主导全局。 就像救护里的那句话, 用一秒内看到本质的人,和半辈子也看不起一件事情本质的人, 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。 再举一个例子, 假如有人对你说, 你只要借给我一百块,我就教你马上能赚一千块的方法。 你愿不愿意呢? 我相信值大多数人都会愿意, 因为马上就能赚钱, 多么落地的方案啊,我当然需要。 然后当你把一百块交给他的时候, 他会告诉你, 马上去找十个像你一样的傻瓜。 看似如此合理, 却如是荒唐, 这就是传销和很多骗局的本质。 对于赚钱来说, 永远都是内行人赚外行人的钱。 而对于骗子来说, 永远都是高认知的人, 能骗到低认知的人。 当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, 都不能超出你的认知范围的时候, 他永远忽悠不了你。 相反, 当一个人讲的话, 句子都让你如梦初醒, 体肤惯定, 那么你就很容易被他牵着走。 所以, 有知识, 有文化的人, 就一定有高认知吗? 那可不一定。 很多读书读到博士的人, 照样轻而易举地被人骗, 因为有文化, 不一定有才华, 有才华的人, 并不一定有智慧。 认知的本质是智慧, 它比知识高两个维度。 在未来, 不是人赚钱, 而是钱找人。 财富永远会流向最匹配它的人, 就是那些高认知的人。 未来的社会, 只靠产品, 已经不再能赚不到钱了。 因为随着人类生产效率的提高, 未来有型产品利润很可能会无限趋聚于零, 甚至是免费供给的。 到一定程度之后, 有型的产品都只是文化的附属品, 未来只有靠精神指引才能赚到钱。 因此, 认知是未来社会的核心资本, 认知就是未来社会的精神高低, 无形的东西越来越能决定有型的东西。 掌控未来世界的是一群高认知的人, 他们不仅控制生涯的未来, 也掌控了生命的未来。 包括大数据等等, 都是他们保持高认知的工具。 高认知的人引领低认知的人, 就像我们对付一群蚂蚁一样, 这就是天地不仁, 以万物为救狗的深刻阐述。 当然, 高纬认知的人会利用掌握的资源和工具, 不断迭代自己的认知, 不断宣导自己的合理性, 从我时刻占领人类的精神高低。 不过最后, 我仍然又忍不住想提醒一下大家, 人生最难得的不顺你翻越认知障碍之后看到了真正的风景, 人生最难得的顺你当你一览中小伤之后还能守住那个雀心, 愿你善来如初, 天真依旧, 愿你翻越千山, 归来人是少年。 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, 不忘初心是一个蛮多。 不忘初心通常会出现在两类主播的嘴巴里, 一类是红过, 然后突然间不红了, 然后又想要再爬回来, 就是那种可能播了一段时间, 然后就不播了, 然后又回来又还要想继续播, 然后可能之前播的时候很多人支持, 后来再回来, 就是人不多的时候就跟大家说, 我们不忘初心, 我们要坚持本心哦。 还有一种就是真的从一而终, 就是不忘初心, 不管他走到什么位置, 他都坚持他要做的事情哦。 讲起来好像我有点狭隘的部分, 其实也没有, 你认真想一想。 很多话用说的其实蛮容易的, 但要做起来真的也挺难的哦。 这个例子可能不是那么好, 那我们来换一个啊。 去玩游戏讲游戏吧。 比如说我是帮派的帮主, 然后我要去, 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帮派的部分, 它其实就跟认知有很大的关系, 大家同样可能花时间, 然后时间比钱还贵对不对, 同样是花时间, 同样可能还有花钱, 只是花对花少的部分, 那我们在经营帮派的时候, 怎么去维持日常, 怎么去跟大家沟通, 怎么去安排帮派事务的时候, 就需要一个认知的部分, 当认知变高的时候, 你就会觉得有些事情安排起来非常的简单, 只要分门别类, 安排好时间就好了, 但认知低的时候, 你就会想着, 这个也要做, 那个也要做, 就不会进去分类,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花钱, 是为了学习更多的东西, 而不是不停地去, 像我跟我妈妈说, 你把钱存起来, 然后一直存, 一直存, 你并没有得到什么, 那个钱存在银行里面, 是银行的, 不是你的, 在你的账目上它只是个数字, 可是钱在口袋的时候才是你的呀, 我们有很多时候花钱去买书, 花钱买教训, 花钱买吃亏买什么的, 这都是一个人生的经验, 因为当你买过一次之后, 就不会再买第二次了, 我觉得人傻两回差不多了, 第三回就夸张了, 所以我一直觉得, 赚钱是认知的变现, 我挺认可的, 亏钱是认知的缺陷, 我也很认可, 我们玩游戏也是会亏钱啦, 其实我们玩游戏的亏, 倒是不属于亏钱的认知缺陷, 亏钱只是因为自己想要, 那是欲望的问题喔, 那你就会想, 我们再转回来说, 金银帮派的部分喔, 金银帮派的部分, 就是你看有蛮多的人, 比如说我们最近帮派在玩的一些东西喔, 就是我们下面的重员就会觉得, 我们每天都这样的, 又没有什么结果, 每天每天都要这样做, 就觉得要被人家说不好听的话, 那我们又没有做什么, 好像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, 或是去堵捉人家嘴的东西, 那这是昨天我看到的啦, 然后但是我跟他们说, 你不要急, 时间还没有到, 我那个时候心里就想, 这真的是认知的不同耶, 就是我站的位置跟我看的点, 我看到的或是我想要的, 我做事情的目的我很清楚, 可是对于可能其他的成员, 他可能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, 就是一个玩家, 他只是想做他想做的事情, 或是他想及时行乐, 或即刻感受到的部分哦,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, 让你即刻感受到的快乐, 大部分是垃圾快乐, 我笑过就过了, 就像很多无聊我的小视频, 哈哈哈哈哈哈, 那我就过去了耶, 那时间也就这样过去了, 你真的没有得到什么, 就像我可能看过几个有意思的小视频, 有的真的是很有特色, 可是在我脑海中根本记不了什么, 反倒是遇到有些事情的时候, 回想起你和我阅读时光当中的一些内容, 就会觉得原来有些东西在冥冥之中注定就是这样, 所以我觉得在你有限的时间当中,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 然后当然不断的还是要去提高自己的认知, 所谓的认知就是多学习了, 多看看书, 多听你和我阅读时光, 就是说吸取一些知识, 我并不认为看电视剧, 看动画片里面是没有知识的, 除非那个太无脑的什么电视剧, 那是真的没有, 有一些剧情哦, 就像我前段时间看过了一个报道, 那讲的是甄嬛传哦, 甄嬛传我大约看了快70块80遍哦, 我到现在还能看到我没看到的细节, 它里面的每一个人物, 处理的那个演员, 处理的每一个人物形象, 每一个动作, 一眼神, 是真的非常的到位, 然后有非常非常的细碎的东西可以扣, 甄嬛到现在都已经快十年了耶, 然后但还是这么红, 非常的红, 为什么, 它是真的非常的精致哦,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, 或是在生活相处当中有问题, 其实可以看甄嬛传, 可能你看不下去那个剧情啦, 可是如果你真的能看下去, 真的能学到很多, 好了, 这就是今天的部分啦, 希望对你有帮助, 那么我们明天就再见啦, 来给你打算一下, 我来在生活相处的地方, 我来不及你堿气场, 我来在生活相处的地方, 我来在生活相处的地方, 我来不及你堿气场, 谢谢观看